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今天这个小时带大家来看到 最新来自于防众业者的统计资料 10月份台北市的中古乌军价 居然跌破了6字头 哎哟 乌主开始让利让利就有量了 没有错 我们要看到四大防众业者 他们的销售量大紧喷 背后的秘密是什么 另外要来看到是 建商口中不能说的秘密 要来分享这房产中的暴利 你得有四张门票才进得来 是哪四张门票 今天要带您一探究竟 还有今天这个小时来看看 假如你手上有4亿台币 你能买哪里呢 是地保的大豪宅呢 不 我们带您看到眼前这个 哇 这谁的房子啊 就Jordan 他的1600坪的豪宅 现在对半卖给你 等一下我们带您进去 一探究竟 来 今天这个小时 武器房治整大团 欢迎六位专家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房市 好 一开始呢 要请献哥 带我们来看到 台北的房价 我们之前讲说 只有蛋黄区 大落的 已经跌破了百万 现在中古屋的这个数字 一出来 大家想说 屋主再让利 让利就有量了 就像 黄市为什么会这么冷 因为两方面的一个价格 谈不容 对 卡死在那边 是 卖方他不愿意降价求售 是 买方也不愿意天价去追涨 所以这个时候就 你看我 我看你 结果就没有办法成交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一定就像你讲的 一定要有一方要让利 对啊 但是呢 咱说仙城屋啦 玉兽屋啦 它都要让啊 对 它有一个 因为有一些中古屋 如果是自治客的话 它可能是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房子啊 它的成本很低 对 这个时候我先让给你 中古屋的屋主 到底想通了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表 这个表是今年刚刚出来的 十月 九月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看台北市 在过去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几乎过去的三个月 都在平均六十万以上 从来没有掉过六十以下的 十月掉下来了 破了六十 台北的 这个算是中古屋的均价 跌破了六字头的天险 对 但是你说跌破六十 也是没什么感觉 只差几千块而已 我来告诉你 你就有感觉了 这是一百块两年 三月以来的最低价 这是三年半进程的价格 对啊 所以你看看 你过去三年半 要买买买买买的价格 现在已经回来 要给你买了 给你招手了 这是台北市 这是天子角色 天龙国 来看新北市 新北市过去都三十一万日 甚至三十一万 三十三万 对 现在越来越贴近三十了 已经看到三十了 所以你双北的中古屋的价格 双双下修 修到有感了 对 所以现在你说一封牛 你如果牛到处 我要买家的人 我就跟你更靠近了 对 所以过去黄仲偉说 都也是你政府打房 打到我们整个没生意 都把我们集团七千五百经 太多 都是厉害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 看是不是因为政府的打房 还是说卖方 他不愿意让利降价 所造成的交易僵住了 今天新闻王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谁害这些房仲朋友 Tuber Commission 拚无量 对 介绍嘛 是 所以说你说得对了 我们不是看那个立法院 那立法院有两栋在修复 你认为他打架 大家都相信他打架 当然也是打架 有人相信他打真的吗 对啊 他打架一定会打死人 对吧 但是你看他这样奔奔奔奔 奔到最高点的时候 到后来什么 妥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有数据 有证据 这是国内四大房仲 他的整五月 十月而已 稍等一会 成交量 交易量跟上个月比 你看到你真的 眼前用的液出来 信义房屋 多一个月 多20% 你看住商 多18% 永庆 多7% 台湾房屋 多3.2% 这是他的整个 全台湾省 所以开始让利的时候 量就出来了 这个是热腾腾十月份的 是啊 呼如一夜东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你想都想不到 你看看台北市 台北市加17% 新北市加28% 这样也不严重 高雄加44% 整个都畅旺起来了 洞起来了 你看这住商 台北市加54% 新北市加35% 看外公园 看到这54% 倒在演出之后掉出来 9月之前还在讲说 整个都收起来 寒冬 忘不到春风来 现在多了54%的一亮 是啊 这是冬天 冬天的时候竟然看到离花开 所以这个是在防众业里面的 微妙的化学变化 不是外面你在那边 寒信点兵数那个电数说 失业潮喔 其实没有 没有 量降下来 那价格下来 量就有 量有 公民送就有 活水就有了 所以前面一张已经印证了 这张也印证了仲介 他们在喊的其实是 哀兵政策 那既然中国已经下来了 当然就会影响到新城府 老板都有在看新闻网嘛 他看了 原来是这样喔 本来是这样 很不甘的 这就干脆缠缠放下去了 我们来看台南 台南才有一个岸 英空 这个岸 竟然你想都想不到 这个时候 十月中旬公开销售 两星期买105户 这是怎么买 这个售仪实在是非常的 让我们觉得不可置信 不是15户 房市冷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不是在走多头的时候 两个礼拜卖150户 这一定是美女牌 不然就是小鲜肉 那都没效了 我们都说过了 那没效了 房市这么空 那都撒不走 这是怎么办钱 我没办法就是这样 不用钱是没办法 但是价格 让你尝试 让你尝试 是怎么尝试 你们说看 这边 十五万八 十八万五 这是什么概念 没什么概念 但是港这个所在 两年前的销售案子 港这个所在两年前 你来看看 21万7 21万4 21万4 等一下 你这两年前的 你再放两年的辛苦 有了 你这新租大家的家 还不比较稠 对 你看看 看这样不用说 150户 我看那 真的整个打包 这间不要 那边不要 其他通通给我包起来 他说我买 我也要买新租大家的家 是啊 所以这是说出来 整个对当地的 整个贩售的模式 这起革命作用 是啊 所以说这从台南 开第一枪以后 砰砰 你看看 武昌起义 都来全国封取引用 开始 第一个引用 高雄 高雄这个老家 王爷也很聪明 买贵退钱 你 又来 买贵退钱 过去我们听说 有人拼这个 高雄真的拿这个 有好吗 是啊 有咯 以前的超商 超商 如果说买贵退钱 生意也都够多好 那是超商 你这买整千万的房子 对啊 但是当然有效 因为资酒 你会来看嘛 今天如果够嘛 我们也派人去看 看了 买贵退钱 到底你有什么条件 不可能都没有白条件 全社交给我 那些好事 对不 他说来 十一月车的开始 到明年的正月三十一 这三五月来 你如果给我买房 买了 比如说你买第一楼层的 买了你发现说 我买四楼一枚买二十万 竟然 准想买五楼 竟然十九万 这样就不对啊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说 越高楼层卖越贵 对 你如果去让我自己贵 我退钱给你 对 时间什么时候 后天开始呢 对啊 请问三十一了 所以他买变了 三个位是 变过年 变过年 刚才是房地合一 跨的这个时间 另外他们都前洞后洞 你如果后面的 觉得说 我买了一枚三十万 途征党的 同楼层竟然是买二九万 退钱 我就退给后面的 被挡到这个后面的 对 所以说他开架多少 二十八万至三十二万 这是继续 这是什么概念 但是我们看看 附近这样扫过去 同这个高山区 二十万 后12万贵 后19万贵 所以这个价格 就明显就贵了 对 所以他可能还要再加油加油 不过 既然从台南跟高雄的例子 也代表说 我们一直呼吁 呼吁 公固也有效 有动起来 买贵退差价 只是一个建商的 一个反射出来的动作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看进去就好了 从北到南 十位说说看 现在 杀价取量 让大家专家的话有听进去 好 我们别的不讲 就讲高雄这个 买贵退差价 这个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我告诉你 中南部在喊销售率 跟喊价格 都不要听 因为呢 在我们做记者 这么多年以来 中南部对于销售率 因为没有张金二副市长 在做监督 所以卖一户叫做百分之百 卖两户叫做百分之百 所以南部喊上去的那种 新闻价值 各位 那只仅做参考 不管说他有多少人来看 都不要去管这件事情 你说买贵退差价 它本身案子这么贵 农十六才一字头 你买到那个地方 还要二字头 你觉得有赚到钱吗 隔壁如果来一个 一瓶十五万的话 你的二十几万你要怎么卖 对啊 没有意义 这个是二点八万 他可以开到三十二万 没有意义 因为南部的街上 可能还认为说 反正如果喊到台北客来就好 因为台北很贵 南部随便才二字头 一字头而已 要买这一大堆 而且北部对南部不熟悉 对高雄也不熟悉 所以这种客人希望能够下来买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聪明的人 你根本就不要去看了 那我们就反过来看 建商跟房仲 他们做的是一种两面手法 房仲对大家 对政府喊的叫做 如果说房仲垫头倒 失业率就会提高 OK 马政府听进去 因为马政府最担心 失业率的问题 是 建商喊说 你在打我们我就要死掉 GDP会下滑 OK 马政府也听到 GDP下滑的事情 但这两个跟房地产 都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也讲说 能喊就喊 过去房价涨是怎么涨 是建商喊涨 于是屋主觉得说 真的有涨 所以往上拉上去 以前地保一瓶60万 拉了200万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地保200万 我这样卖100万 OK吧 所以房仲是这样 咻地要拉上去 但是跌呢 一样需要建商往下喊下去 可是现在建商装死当中 反正政府已经听一半进去了 GDP很严重 政府如果只要不打房 建商就得逞了 那你会知道 房仲最近很努力 认真地把房价 一点一点地拉下来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如果你现在还是 投资客屋主的话 你还不放弃挣扎的话 你房子等着空到明年后年去 但如果说 你能够随着 这四大房仲所说的 降价就有量的话 你的房子能够提早脱手 因为现在自助客 只要八折 只要七折的价格 你现在闻到了这股风了 杰老师 刚一个每个在这个地方 从后天11月到明年的1月31号 三个月刚好跨过2015 2016这个季度 挑这个时间点 到底建商的盘算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吗 现在是这样的 投资买盘退场 所以市场剩下的买盘 就是自助 刚性需求 所以在这个投资买盘 退场的过程中 我们建商势必要对自助客 投出这个对他们有利的一个市场 那因为他所谓的这个买贵退钱 事实上所谓的买贵不买贵 是建商自己在跟自己比 所以这个是他可以操作的 你看房仲多可怜 买贵可以退钱 谁敢这样喊 对 因为每一间屋主都不一样 对 没错 那这个买贵退钱 那他佣金都拿出来赔 过去10年 最多拿出来赔都不够 你如果叫小后 不要自己跟自己比 我跟这个区块别人比看看 但是我叫小就不好 我不敢这样喊 所以建商叫小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价钱是他操作的 所以要买贵的比 事实上不是 你自己比来比去 便宜一个3千 5千 问题是他应该下降5万 3万 他没有下降下来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 尤其是自助跟手购的 其实应该要多看 多了解 我刚才提到的 建商的手法相当多 这个部分显示他已经开始 做出所谓的 对买方的一个所谓的善意出来 但是还不够 那继续 好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财经 关心财经的朋友 都会看到这个数字 说GDP本来要拼保一 封就告诉我第三季 今天早上又公布出来 大家黑暗民听到黑一半 居然变成负一 来 燕丽来跟我们讲讲看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为什么在我们今天 关心房市的新闻王 来谈这个题目 因为有人说 就是因为政府不当的打房 打到后来你看736平 已经变minus了 可以这样连结吗 好 我们还是先关心下 GDP最新的一个数字 坦白说 今年以来台湾的GDP 是不停的一个下手 大家都还在讨论 是不是能够保一的时候 晴天毕丽的数字出来了 是 第三季的GDP的一个数字卷种 -1.01% 这个数字呢 是2009年第四季以来 最低的一个数字 所以六年来最差的一个纪录了 没有错 主技术当然有解释 主技术说是因为我们出口不好 民间消费不振 所以这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主技术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因为房市也不好 所以包括银监验 营造验等等 统统受到影响 这也是拖累我们GDP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主技术特别在第三点 Cue到了房产 忍不住又要回到那个讨论了 到底房产是不是我们整个 拼击这些火车头 你看看你没过后 现在736平 好 这个是主技术的说法 那当然有了主技术 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 我们看到房地产业界的一些 相关的重要人士 也出面附和 包括商总的理事长赖正义 他也说 对 完全没有受税 现在只要股市好 房市好 GDP就会继续稳定成长 对 政府想要救台湾的经济 只要有一招 就是救房市 救股市 那特别赖正义是说 希望政府不要再过度干预房市 希望陈家梁能够大幅成长 房市好 台湾经济就会回来 可大家更关心的是 这样的逻辑到底对吗 还是只是为房市好 而说的一些谎言呢 简单恭喜各位就是说 今天是不是救了房市 就救到了台湾的经济 救到了经济 就GDP会好 大家有这种好轨 是这样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说法 包括我非常尊敬 尽量尽重的德明科大的副教授 华靖群华老师 他说其实他算过 而且是多年来的一个统计的 研究结果 包括建商 代销等等 仲介等等 算进来整个产业的产值 占我们的GDP也不过1%左右 只占1%这么低的一个 比例的一个数字 请问这会是经济火车头的象征吗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专栏作家 叫做固尔德 固尔德先生他就提到说 好了这个到底房地产 对台湾经济的贡献有多大 而且特别是炒房 房价炒这么高 对台湾经济其实有负面的影响 这些我们先来不要讨论 重点是大家看到 另外一个事实跟现象是 房地产整个业界 已经绑架了金融业业 因为包括这个建商 还有包括我买房子 人带了很多的钱 那万一房价真的是下跌的话 这些人就会哀哀叫 就会说我的资产大幅缩水 所以导致整个营建业一垮 银行跟政府也会面临一个 倒台的一个命运 所以站在银行的角度 我不能让营建业垮 在政府的角度 银行不能垮 营建业也不能垮 所以听起来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说 好了 它真的是大到不能倒 不过在这我要补充一个事实 郡相你知道吗 其实以德国来说 德国的经济 其实这几年非常非常的好 它其实是世界上 主要的一个经济大国 对 可是观众朋友你们知道吗 撇开这两年不讲 德国过去30年平均房价 每一年是涨不到1% 你觉得德国经济好不好 德国经济超好的 他有靠房地产 他支撑他经济没有 对 人家就是有一些 比较独特的产业 在做一些布局跟支撑 所以 听到这个地方 长期我们恍然明白 在台湾几十年来 我们变什么 建商恐吓人民 然后房地产绑架银行 就在这个不断的狗摇尾巴 一直转一直转的 恶性循环之下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位 业界人士的一个真心告白 那他是盖豪宅的一位建商 他叫做W先生 他说 拜托 房地产产业才不是什么 经济的火车头 它其实是所谓的皇家产业 意思是什么 其实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 其实内幕从操 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你要有贵族的血统 你要有别人拿不到的门票 你才进得了皇家 没错 这个皇家产业的四大组成分子是 土地仲介 建筑师 事务所 代销还有银行 而且就像据像刚刚讲的 这四大组成分子 他们花了白花花 一堆银子跟钞票 盖起一层层非常高的一个楼墙 让其他的外面的人 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 没有条件进入到这个产业 公稿介绍在 我们现在掀开这个皇家产业的 黑色布幕来看看 这四张门票这四种组合 它们如何各司其职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钱 有钱才能进入到这个产业 好 第一个我们要来介绍的主成分子 是土地仲介 土地仲介当然很清楚 他们很了解的是说 这个潜力的土地 金华区大概是在哪里 而且它是属于哪几个家族 那重点是这几个土地 它传承到第几代了 所以这个土地仲介 他们要负责的工作 就是大家外面的人 可能看他们好闲 怎么一天到晚都在泡茶 泡茶就可以当土地仲介 没有 泡茶就是要跟一些有钱人 跟这个游泳土地的后代 游泳 培养感情 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买主 想要去买的话 他就要做一些仲介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他们好像看起来闲闲没事情 但其实他们平常都在做一些 布局的一个工作 好 我们再来看的是 第二个主成分子 第二个主成分子就是建筑师事务所 好 那当然你买了土地 你要盖房子 一定是要找这个建筑师事务所 来帮你服务 那另外一个重点在于哪里呢 好 我们今天找建筑师事务所 就算这个有名的建筑师 越有名越好 那就算我们看不懂 他的建筑的作品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就算我们不了解他的建筑的理念 统统没关系 只要他够有名 为什么 只要他够有名 愿意让你用钱来买他的名字 让你的房子越好 这才是重点 真是我们要 我们两个跨主 某某大师 有没有 巨拨跨刀 什么 那特别是这个建筑师事务所里头 养了很多这个员工 很多都很年轻 都是建筑相关科系毕业的 真的是怀抱的理想 而且没日没夜 婚天安定都在画图 好 那就算这个业主 刚刚提到买了土地之后 就算这个业主的美术程度 只停留在小学阶段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够有钱 你是业主 你就可以指使这些建筑科系毕业的人 不停地帮你改图 而且是改了一些是你这个 很奇怪的一些想法 哪有这样子的 我今天都找到这么大咖 你说够有名 够大咖的建筑师 我当然让他画 让他设计 还轮得到你这个只有小学程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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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会告诉你 我真的很忙 而且我只负责最后一端的审查 所以事实上观众朋友 可能你买的是 某某大师 对 某某大师的这个作品 但事实上都是这些小朋友 他们没日没夜画出来的图 那大师只在最后一段 一段签名 钱就这样掏下去了 我买了房子 我以为是大师帮我盖的 没有 他是最后签名盖章了 对 那房子盖出来了 总之呢 找人要来卖嘛 这个就是代销 代销真的很厉害 他们要知道市场的水温 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而且市场目前最适合的产品 什么样的产品好卖 然后最好卖的这个价位带 大概是在哪里 这个代销都会帮大家做一些厘清 所以他帮你去定位这个商品的价位 连价格都是他们的建议 对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W先生观察到 代销除了是超级业务员之外 他们其实就是一位诗人 什么意思啊 我卖房子我为什么要跟文学诗人有关 因为代销他总是能够把看不到的东西 说得很美好 然后呢 会让消费者买单 会把 会让消费者觉得说 我错过了这间房子呢 我终生会遗憾喔 就是说我们 除了像你说的一家家 手就是手 他把它赋予一个故事 一个想象 对未来美好的想象 而且代销更厉害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他会告诉你说 君医生 你买这个房子 最重要的是你的客厅 你的主物都要弄很大 因为客人一旦来你们家玩手来拜访 看到你客厅那么气派 就会不停地称赞你 那你就会很有面子啊 想起来也对 所以我住进去以后 那个感觉 他通通把你想象出来了 对 没有错 那再来我们来看 第四个主成分子叫做银行 这个非常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业主 就是我们有土地之后呢 我们要跟银行维持良好的一个关系 一方面呢 土地融资 利率可以维持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那等到我事业越做越大 我房子越盖越多 我接下来是会跟银行贷更多款 所以其实跟银行维持良好的关系 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所以要盖房子的人跟银行要是好朋友 那你怎么又讲要被绑架了呢 所以银行被绑了 当然是被绑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当我们房子盖越多的时候 就像你来跟我买房子 你是变成我的消费者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买好多间 别人也会来买 所以当我房子盖越多 那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要跟银行贷款 银行的业绩就大幅上升 大幅成长 当银行的业绩越来越好 的时候 万一这个时候房价有什么风吹少多 或者是下跌的一个趋势 大家就会说 千万不能倒 千万不能倒 银行也不能倒 我们的房地产业也不能倒 因为一旦倒 台湾的经济也就因此崩盘 可是官员朋友 你听到我讲了这么多 这样的一个共生体系 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之后 大家还会觉得我们的房地产 真的是经济的火车头吗 这个皇家实业 今天没有艳力帮我们来拆解 这四张门票 这四个不同的族群 买房子 我们买房子而已 原来房价是这样 一层一层从部落下 一直到代销 一直到银行 一层一层垫上去 那就不怪了 我们不是说 万安钱贪不到多少 万安钱贪太贵 好 我们今天 看到这个所谓的皇家实业的房子 卖的贵成这个样子 是未来跟我们讲讲看 今天 街上都说 打房就打到经济了 因为房地产是火车头 看完这个皇家产业的结构 大家还有更深一层认识 不是这样 其实这位先生讲得很客气 除了银行之外 我其他都干过 台湾现在是靠两层的草房租 来支撑 来统治全台湾的命运 这两层是有钱人 其他八层根本就是穷鬼 或是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小市民 为什么台湾要靠这两层来领导台湾 你说这些人 说台湾要倒也是这两层 为什么 因为现在市场 不景气是因为他们赚不到钱 他们觉得他们要倒了 去影响我们八层的台湾国民 那我们再讲 建商受不了 谁会受不了 但建商受不了 对不对 那建商如果受不了的话 立委会受不了 因为他就没有政治现金 我们举賴正义来讲这件事情 他在那边还说政府不应该打房 结果他自己讲说 他自己在台湾吸金要吸到大陆 去投资他的韩币楼 那你今天又要怪说 台湾资金外移 是因为政府顾不住财 那是谁要把资金拿出去 人家没有 建商他自己找活路 你政府没有照顾我们 我只好自己去找我的活水活路 也不是 不是 他是要吸收台湾资金 去国外去赚取大陆人民币 我才贪不钱 我才外国贪 那你要想我贪不钱是什么 你为什么台中的房子不降价 你为什么你因为空格 人家他降了 他降了 我们也讨论过 对 我们讨论过是他没有降价 他只是假装降价 来博取大家的同情 其实现在建商都喜欢 假装降价来博取大家同情 我们讲说台湾的建商多好干 5个人可以在台北 玩一个50亿的案子 这5个人就是老板 业务部 公务部 会计 还有最后一个是接电话的小妹 接电话小妹也有角色 也有戏份 要啊 喂 你好 我帮你转接一下 这个接电话很重要 喂 你好 我帮你接一下业务部 这个很重要 只要这5个人 就可以玩50亿的案子 所以你说今天建商倒了 台湾会怎样 顶多这5个人受伤而已 5个人会影响到2300亿的人吗 再来 建商倒一倒好不好 好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 叫东地市 当初东地市在山坡地上烂砍烂件 去A了很多银行的钱 去抄贷的钱之后 他以化得了 这时候我倒掉了 但银行说我死掉了 如果你是说东地市如果不倒的话 台湾的山坡地继续被他烂砍烂罚 多少人民的血和钱跟安全 绑在他们身上 你觉得他倒不倒好不好 好啊 然后多少银行被他掏出来 你觉得他倒不倒 好啊 为什么不倒 这种建商就应该让他倒 那为什么政府要绑 要让他们继续留着呢 所以当柯P在打击 某一些建商的时候 我们内心鼓掌加好是因为 没有大到不能倒的产业 虽然这个产业倒 台湾稍微会稍微心痛一下 但长期来讲 对台湾是一件好事 今天新闻王持续 每一天在这个节目现场 关注房市 希望大家 建商贪有钱 我们家买得去 这当然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赵华今天要来告诉我们说 房市翻转已经是个 很确定的一个态势 它完全被确定了 但是大家想说 我肯肯等 等下去 等最小 甘好 又等下去吗 好像也不是办法 赵华有个朋友 今天带进好物件大北平 来比看看 他一路砍 一路买 哇 这么厉害啊 我跟你讲 不是说房仲说 交易有回温吗 真的 俊向 这个不是假的 因为我身边真的 越来越多的朋友 一直在问我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看房子 那最代表性的就是 他本来就有一点点 投资的基因 他就告诉我说 哎呀 反正看也不会少块肉嘛 是 现在我出来看 看一间 杀一间 如果杀到一间好的 我就赚到了 真的是 管头跟牌关关 出去就 去猎屋了就对了 猎房就对了 今天我们有一位委托人 她是一个长发 长腿的单身美女 所以我本来是积极地鼓励她 你有看中的房子 你来我们节目上讲吗 自己来讲啊 她说她不要 她不要 为什么不要 因为有死位 又是因为你啊 她怕死位啊 对 她说呢 她对死位是又爱又恨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 她最近看到一间 劳河街的物件 三房东 然后1200多万开价 但是她就想到 这间房子如果死位一讲 一定会讲说 夜市宅了 烤鸭宅了 什么的 连她的发育词她都想到了 对 她就想说 一个犹豫她就没有去 后来她再打电话去问的时候 那间房子成交了 成交在950万 整整打了七五折 她有很多心肝吗 她就想说 死位也是有功德 死位叫大家杀价 结果你看真的出现 所谓这种开价打七五折的房子 所以她决定 她不等了 她要出动了 对 所以她今天看到了一间房子 她就来问我说 她拿到节目上 请我帮她讲 她都已经看过了 优缺点都列了 她请现场的专家帮她评估 自助兼投资 可以不可以 所以现在赵华迪迦 不是那个投客人而已 她是受委托人 对 那我们来看 这间房子离一个捷运站 很夯的 是 南京三民捷运站 走路三分钟内 吓死人了 好地段 对 我们来看 它开价1288万 可是呢 它是一个小套房 说是小套房 全壮有16.91平 可是室内只有9.25平 说实话 这个房子要是我来挑 我可能不会挑出来 但是这个16.91 已经越过了银行贷款的 15平的门槛了 对 所以她专门挑这种 超过15平的 自助兼投资 所以在后面有骂人的气氛要出来了 每平台价开76万 其实是符合这个 南京三民捷运站 附近大楼的行情 那是26年的大楼 12楼的7楼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是正南京东路 五段的门牌 大家想 是不是有点吵 我们来看一下位置在这里 这是南京东路 对 你看西松国小 南京三民站就在这里 走过来是真的三分钟以内 看起来里面的装潢 有点老旧 对 所以她就觉得 这一间她想要入手有优缺点 她都帮我们通通列出来 而且夺又欣 她还把那个格局图 改造给我们看 告诉我们为什么她想买 所以今天赵华讲进去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请十位你好好听 你的意见她非常的在意 看能不能买得下这个房子 我们先来讲她怎么改造这个格局 刚刚是不是讲这是一个小套房 她原来的格局长成这个样子 有一个客厅 有一个餐厅 只有一间卧室 两厅 一卧 那就觉得说没有什么 好像觉得有点贵 对不对 但是你看她亲手画这个3D图给我们 同样的格局 大家看 她说这边是客厅 她把这个餐厅的位置改成一间房间 就多一间出来了 对 然后卧室 你看她画的多漂亮给我们看 等于是两房一厅改造给我们看 你们这点漂亮的小资女 真的行啊来 你看看 轻轻松松 就把她多隔一间出来 又多租一间出去了 对 所以她就列给我们看 她说优点有这些 刚刚讲了嘛 离捷运南京三民站3分钟 这么近 刚才俊相也讲了 全壮有16.91平 是一般的住宅可以贷款 是 你信用好 八成还是有点机会 对 24小时管理她有去看过 外观也算干净 还有专门的人帮你收垃圾 现在很多OL或上班族 他们其实很在意这些小事 我下班都累死了 你还要我穿着高跟鞋 顶着浓妆 提着两袋垃圾 追垃圾车 以为会有良缘出现吗 不可能 然后再来她说 我们刚刚讲 正南京东路可能很吵 这间她看了 再厚洞 不但安静 也有采光 也没有隐私的问题 当然南京东路金门牌不用说了 这间她的问题在住办 住办是优点也是缺点 你可以租给人家当办公室 可是你同样的 我是单纯住家 你就觉得讨厌了 对那缺点她就讲了 因为住办可能有点复杂 还有她说她有去问了 屋主持有大概两年 她觉得可能是跟她一样 明明就是个投资客 不是啦 自住间投资 她怕对方价钱可能有点硬 厕所没有对外窗 还有就是她要改成两房 她可能要花四十几万 这是一笔支出 但是小资女内心有一个底价 她要来问问叶总 问问死卫 有没有机会杀到 因为饶河街那个案子 给她很大的打击跟启发 她理想价格是950万 能不能买到七四折 为什么950万 因为她的理想投报率是这样 月租2.5万 那乘以12就是30万 30万去除以950万 年报酬是3.15% 她觉得这才是符合 自助兼投资的概念 换句话说 她从3.5%的这个投报率 往回推 推出来 可能要七四折去砍这个价钱 砍得下来可以买吗 她在电视前面听你讲 她很在意 来 你怎么看 我实在很不想教人要怎么投资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要投资呢 留给那个自助客买 不是很好吗 不要赶尽杀绝这些投资客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这个屋主 我们讲说 大家讲说之前那个例子 屋投资客要七五折 卖给下一个投资客 为什么他要便宜卖 那是因为他看不好后市 他发现没有后市 才要卖房子 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装潢 几乎是原始装潢 也就是说前一个投资客 他买进去之后 他可能发现不好住 租不掉 于是持有两年的奢侈税结束之后 再抛手 所以他的问题是在于 如果你今天没有花大钱改庄的话 他不好住 为什么不好住 虽然你说不炒 但非常地冷 这是朝北房 非常地冷 那你没有再改窗户 你改一个窗户至少花20万 改两批就变40万了 你光是改窗户就好 40万的费用 你不用讲说室内格局 那你就好住吗 所以你投资的资金可能要更多 第二件事情 这个房子格局 他想要弄成两间这样 等于是两哑房 并不是两套房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投资 这件事情的话 麻烦你去学一下室内设计 这是基本的概念 你这个两哑房 大概在市场上很难租掉 你除非租一个小家庭 可能还有机会 但是两哑房你很难租 你如果弄成一哑一套 这个要花可能到100万以上的基金 才可以做成一哑 除非你要找招熟金的师傅来做 否则40万是做不出 两套房的格局 那一哑一套 那等于是一个套房 就像一个小雅房而已 他一样是不好住的房子 所以你说格局 如果隔得不好的话 他这个月租30万恐怕 也赚不到这笔钱了 看得到赚不到 我刚才讲多少钱 你这样算起来 你可能要花200万的装潢 才能够好住 因为租房子也是一样 如果我发现不好住 我就搬走了 那你为什么你看原始照片 就是长那样 就表示那一定是 没有住过的房子 对 来 最后要是回到money 今天价差你赚不到 后市不看好 房子本身 再来租金你也看得到赚不到 所以不要买就对了 不要买就对了 好 叶老师你怎么看 是 那这一间呢 因为他刚好在这个南京 就是我们那个桥下面 是 就是往内湖的桥 这个出口这边 那刚才他这个是后洞 他是朝南 所以他不是朝北 没问题 可是呢 因为他这个位置 刚好其实爹不疼娘不爱的地方 怎么说 就住内湖的人 不会来买这里 那住台北市人 不会买到这桥边 可是老师他离前面很近耶 也不近喔 他已经在东兴路的右边 靠近河这边 不是说三分间 他说走路他有走大概三分钟 当然快走啦 三分钟 是 所以显然他很喜欢这个案子 对 就这个标地屋本身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过去的整个销售的过程里面 这个是跌不疼娘不爱的地方 那刚才这个两年持有两年嘛 他满两年要卖 事实上这个是 但是就刚才实位讲 屋况里面是没有改变的 确实应该是买来投资 然后两年到他把它卖掉 那你看他手枪屋的格局 手枪屋 手枪屋 来 我看一下 这个是握把 这个是枪管 对 我们这么多人看了这么久 都不知道这是手枪屋 手枪屋会怎么样 手枪屋就是很利嘛 就来 不好 风水上来看 没有那么好 所以年轻的小资族美女们 尤其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再稍微注意一下 有许下一个套牢是他 那个套牢不是真的生命 就是说那个 双双的概念是金钱被套牢 是 房子套牢 好 今天你的好朋友 叶老师跟Sway的解答 希望在审慎为之 我的好朋友说他自己是玻璃心 现在可能已经碎了 没有关系 不要碎这么快 他还有物件 没有关系 他还有第二间 他希望来委托我们来卖 对 这个环境就清幽了 而且是在我很熟悉的 世兴大学旁边的收租屋 文山区 文教区 有气质的地方 很单纯 我们先来看 这个房子是低总价 850万元而已 比刚刚那个又低了好几百万 对 他隔成了两房 两厅 两位 多大的房子 多大 全段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 16.9平 对 可是我们是觉得屋主也很厉害 他就是隔出来要收租的 是电梯大楼 可惜是在一楼 屋龄比较新 20年 那可是这个单价说实话 他自己也说开得有点高 一瓶50.3万 大家知道文山区 14几万差不多 50万大概有一点点高了 高过行情一些些 对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位置 这边就是世兴大学的校地 对 他在试院路 有点点往山上跑 其实非常近 走路到学校大概三五分钟就到了 那这样学生就可以来租了 所以这个租客看起来是相当的伟定 那你看外观也漂漂亮亮的 那他也是去实地探访之后 把优缺点都列出来 希望这次来宾可以赏光一下 不要把他打枪打成这样 他说 虽然这边离捷运站可能略远 可是未来有什么 环状线 对 对 考试院站 两分钟而已 对不对 那刚刚又讲了 16.9坪 一样嘛 它不是小套房 银行会用一般贷款来带好 是 大楼的外观真的非常干净 又有管理又安静 因为有一点点山坡 对 靠近世新大学 不用像刚刚那一间 要40几万的赶装费 这个原来的房东 已经是个出租的包租婆 已经改装好了 有稳定的租客 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靠近世新有稳定的租客 学生会来跟你租这一点最厉害 对 等一下不要拿少子话出来讲 为什么 我先跟死位 先堵他的嘴 因为我前几天才到 就上个礼拜 我才去世新演讲 对 我就发现他们学生一个都没少 为什么 校长很厉害 校长现在都收入生进来 对 她说因为我们知道少子话 所以我们开大门广招陆生 陆生就需要 你看他嘴巴张很大 你看到没有 他不知道拿什么来读你了 五分之一的学生是陆生 陆生都需要租房租 所以房租有称 对 附近的租物市场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 对 再来就是低总价 是 都不到一千万 当然他也知道缺点 例如他现在离捷运景美站 继承的捷运站 要走十五分钟 还要穿过校园 对 要爬一小段的山坡路 那电梯一楼没有电梯的效益 还有就是这个开价单价 刚刚讲的 五十万 有点略高于市场行情 现在优缺点 在这个地方赵华先话说一半 为什么呢 我们刚看到了十位那个表情 一不然要拿来打家的少子话 也被堵住了 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看看叶老师跟十位 对这个世新旁边的 当包猪公 包猪婆 会好吗 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验这个房子 好 那就很解论